大家好 这里是有够好线上课程 欢迎大家来到LINE贴图的第三堂课 这堂课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将孩子的头像加入LINE的贴图 在整理孩子的照片时 是否发现孩子丰富的表情 根本就是活生生的表情包呢 不把这些可爱的表情分享出去 真的太可惜了 这堂课 我会从挑照片的原则 到制作成贴图的方法 一一和大家分享哟 孩子可爱的表情众多 但真的要做成贴图 却不是每一张都合适 不过挑选照片有几大原则 只要掌握好原则 就能让您在制作时事半功倍哟 原则一 照片对比要清晰 照片的颜色对比度低 除了去除背景时可能会比较辛苦之外 在缩成贴图后 照片会变得比较模糊 若图样的表情模糊 效果就比较不好 现在留下来的这两张照片就是属于对比度和清晰度比较不好的照片 像这样的照片很容易因为缩小尺寸而看起来不清楚 所以在选择照片时最好能避开像这样子的照片 原则二 被切掉了头顶 使得头部不完整就必须要另外画帽子帮他戴上了 还有像这一张照片 这个孩子的手遮住了脸 这样脸就不够完整 即使去背也没有办法使用了 原则三 脸部角度不能太倾斜 脸部的角度不宜太倾斜 因为贴图的尺寸比较小 如果脸部的角度太倾斜 发送出去的贴图会看不清楚表情哦 像这两张照片的脸部角度就太倾斜了 不适合拿来做成贴图 在制作贴图之前 如果你对LINE贴图的规范不清楚的话 在我们LINE贴图的第一堂课有详细解说 在影片下方有连结 建议在制作前先去看一下哟 选定照片后 我们要来开始去除背景了 这堂课跟大家分享一个 可以线上去除背景的网站 RemoveBG 你可以在影片说明栏中找到连结 也可以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 www.remove.bg 在进行线上去背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RemoveBG免费版的一点点小限制 第一个限制是上传的档案 不得超过2Mb 第二个限制是免费版本的结果照片 非原图大小而是缩小的档案 无论是上面哪一条限制 我们在进行去除背景之前 都需要针对照片做简单的处理 下面的课程我们会以RemoveBG和Photopee 两个线上资源脚体运作 我们要利用Photopee来突破 RemoveBG的一点点小限制 Photopee的网站在影片说明栏有 也可以直接在网址列输入 www.photopee.com 基础的使用 我们已经在LINE的低堂课里 有分享过了 建议大家先过去看看哦 连到Photopee之后呢 到档案 开启 把选到的照片打开来 先裁剪出需要的区块 再进行线上去背 选到工具列的第五项 选到裁剪工具之后呢 图片的四周都会出现方块的点点 用滑鼠将方块的点点移动 将您需要的区块全选出来 这张图因为我们是要拿来做贴图的 所以呢 只需要保留脸的部分即可 确定之后呢 请按键盘上的Enter 或者是按这边的打勾按钮 裁剪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转存 这里呢 你要存PNG或JPG都可以哦 特别提醒呢 千万不要冒失的直接存档 以避免把原始档都覆盖掉咯 完成存档后 连到Remove BG的网站 开始进行去背 连到网站之后 可以看到页面的右手边 有一个蓝色的Upload Image的按钮 你可以直接点选按钮 连到你的电脑目录 去寻找要去背的照片 图片一较进来 就会发现Remove BG 已经直接帮这张图片进行去背的动作了 去背完之后 右边的选项会出现两个按钮 一个是Download 一个是Download HD 要下载原尺寸的去背照片就要成为付费的会员 但其实基本的缩图尺寸 就可以满足LINE贴图的尺寸咯 按Download 将这张缩小的成果图下载回来 让我们整理一下贴图的去背步骤 一 先在Photopee将照片裁剪出需要的区块 二 确认转存后的尺寸不超过2MB 三 转存完的档案再到Remove BG去进行去背 为什么照片要先进行裁剪呢 这是受到Remove BG免费版的第二项限制 去背成果图会等比例缩小 我们把未裁剪和已经裁剪局部区块的档案一起较进来 可以看到局部裁切的照片呢 在去背之后 虽然整体照片尺寸呢 比较小张 但是呢 我们需要的局部范围却是比较大的哟 完全去背了吗 其实好像还没有 有些照片像这样子 发色啊 和手臂的颜色太过接近 造成智能去背 以为他们都是需要被留下来的前景 尤其啊 是下巴到脖子的部分 因为都是肤色 几乎每次去背都会被保留 所以这时候 我们可以把照片照进PhotoP 进行手动去背 请到工具列的第三项 选取工具 可以看到选取工具的右下角 有一个小小的箭头 点选后会出来三种选取工具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磁性套索工具 那选择之后呢 可以将滑鼠 贴着要去背的边缘 慢慢的移动 并且点选 这样子慢一点的去移动 它就会把你要的部分呢 选择起来 当点选完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虚线框的选取范围 就是我们小朋友的脸 那我们要把小朋友脸以外的东西呢 全部delete掉 这个时候呢 到选取 反转选取 选择之后 就可以看到虚线框 变成选了小朋友脸之外的地方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delete掉这些范围里的影像 我们脸部去背就完成了 去背的工作制作完成后 就可以建立贴图档案了 到档案 新增 建立一个符合LINE官方尺寸规范的贴图 请设定72dpi 宽呢 是370 高是320 背景的部分呢 请选透明 确定所有资讯后 请按建立 接着将刚刚去背完的头像 复制到新增的档案里 这里我们顺便学习一下常用的快速键 我们先到刚刚去完背的档案 全选 在选取的全部 也就是Ctrl加A 然后要复制到编辑复制是Ctrl加C 最后呢到新建档案里 贴上刚才复制的图片 贴上呢在选单里面编辑的 贴上Ctrl加V 这时候呢可以将这个头像进行变形 首先请在做任何动作之前 先确定你所在的图层 是否是你要做动作的图层 然后呢到选项列的编辑 自由变换 点选之后呢图案四边会出现方形的外框 这时候呢点住框呢 推这个方形的点点 就能够调整图样的大小和角度 确定之后呢请按Enter 接下来就是要把对话框画上去了 在工具列下面数来第三个形状工具 点选形状工具右下角的小箭头 可以显示出可以使用的形状 选择最下面的自定形状工具 选择之后呢 上面呢就会变成自定形状的内容了 我们到最右方的形状这里呢 点选之后呢 它现在在载录 它可以使用的形状 那我们可以看它里面 有对话框的形状 我们选择之后呢 在我们的画布上呢 画出我要的尺寸大小的形状 那这里呢 填满呢 填满呢 是你这个对话框的颜色 那你也可以给它笔画 在这边选择它的外框 然后外框的粗细 这样子呢 就把对话框画上去了 接着用工具列下面数来 第六个文字工具 打入文字 一样呢 点选文字工具之后呢 上方的属性设定 就会变成文字工具的设定了 这里可以设定呢 文字的字形 颜色 还有字体的大小 按下最右方的勾 确定文字的设定 确定之后呢 再使用工具列的 第一个移动工具 将文字移动到对话框里面 接着呢 就是存档了 一样要存两种档案 一种呢 是PSD档 也就是保留图层的原始档案 另外一种呢 就是转存为PNG档 也就是LINE需要的 档案格式 这样子贴图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因为很多小技巧 在前两堂课 都跟大家分享过了 建议没有看过的人 可以再回到前面的课程 去看看哦 下次我们还会 手把手的教大家 如何建立账号 上传贴图和等待审核 如果觉得 我们的分享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们哦 有个好线上课程 我们下次见 再见